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天要带他们打点水吧 今天太早了啊 小狗都没水喝 看看这两个小狗啊 就是我的小跟板 我走到哪,它就哽到哪 哎,不错啊 打完水灰油了 看看那边的狗叫声啊 就是这么讨厌 每次我在它这个视线范围之内啊 它就在这叫 叫个美完美了 虽然我喜欢土狗 有种花天然泉 但是我就不喜欢别人家的土狗和种花泉天然泉 因为天然泉只种于自己的主人啊 我喜欢种于我的种花天然泉 就像我带的这两位 看来土狗要从小养到大太行啊 你只要不要不从小养到大啊 你是养不输土狗的 土狗就这一点好 总成总成 我今天要搞一罐罐头 我准备撩撩那个黑狗啊 我要拿罐头 把这个罐头倒到它的面前 然后让我们家两只狗吃 我让那只黑狗尝尸了 这就算报复它了 看看见到我还在这叫呢 我手里面拿个罐头它又已然叫 反正在它眼里面就是六亲不认的啊 不管是给它什么 它都是砍住它自己的地盘 我看它的碗里面从来没有失误 广是谁 今天我就倒这一盒罐头来擦擦它 让我家狗吃 来福来往吃了 哇 好了好了今天死亡了 这个来福来往居然不敢上去吃啊 太让我死亡了 这我家养的这两只狗啊 对人这么凶啊 对这狗怎么这么醋呢 我这两只狗是其然怕硬的一个东西啊 从来没被人打过 它觉得人人类是软蛋啊 狗呢肯定被狗咬过啊 现在就是怕这只狗啊 也不敢上前去吃啊 哎呦我这个罐头想本来想让它两只吃 尝尝这个黑狗的 结果好了 头鸡不成十八米了 你看看我躲到边上 这个黑狗已经吃掉了 这个来往还看 来福还看着我呢 看着我让我把这个罐头短给它 怎么可能呢 你自己没有胆子去吃 你还让我给你短过来吗 这只黑狗过年了啊 终于吃了罐头了 虽然对我这么熊 等着吃了断罐头 它的命正好 它这个黑狗就是不一样啊 你当面给它吃死我 它当面不吃 它第一 第一首要的任务就是 凶你把你干走啊 砍地盘 等人走掉了 它才去吃饭啊 它不会为了美食诱惑 去玩虎之手的 看看这两只狗啊 跑到我面前 搞得好可怜的样子 你这能怪我吗 我倒给你吃 你又不敢吃 人家又没咬你 你看你怕的啊 只能怪你们自己太单小了 不敢去吃啊 这又赖不了我了吧 好了 这只黑狗帮野和罐头都吃了了 就那我从这走 照样对我熊啊 对我叫 我这和罐头是为了白眼狼了 好了 带它们回家吧 我刚从南面过来 哎呀 这边北边的又有一只黑狗在这跟我叫 哎呀讨厌死了了 南面的和北面的就是很好啊 这样啊 我挤到中间 真是讨厌死了了 毫不烦人啊 这两个就是我左右的门声啊 不管我动一动走一走 就被他们俩见识了 好了 我现在也给他们搞的罐头拌狗粮 所以不敢给他们罐头吃 怕他们吃养掉了 所以呢 就给他拌的狗粮吃了 你看他吃的多带劲啊 只要狗粮拌上罐头 他们这个胃口就大开了 你看都抢着吃 不能一下给他们吃饱 哎呀这个天热 他们本来胃口就不好 再一次饱 他们下蛋就不一定吃了 所以呢 就给他们少吃多长了 让他们抢着吃 这样他们吃的才像 我是故意不给他们两个碗的 因为他们两个碗的话 他们吃的不像 一个碗的话 他们要抢着吃 这样他们吃的会吃的多 然后会抢着吃 哈哈哈哈 看看他们两个吃饱了 现在就躺到马路中间了 哪摄不好 非要摄到马路中间 搞得这条路就是塔门的呀 你看车来了 不敢再睡了吧 哈哈哈哈 有时候我就特别的矛盾 到底要给他们放开 还是要给他们爽起来呀 你看看 他们就在路中点 如果有人来了 他们就开始撵了 我这个门口也就机密的路段吧 这路段就是他们的底盘了 天天守在这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吧 好